話說不少人不想上來大陸玩都會喜歡吃雞 因為貪大陸的雞通常會新鮮一點 雞味會重一點 而今天就帶大家來到很近連堂口岸的連堂 因為這裡有一條街叫做連堂路 上面是有很多間主打雞的餐廳 接著我會帶大家去試吃其中三間 而且這三間做雞的方法都是零色不同的人 究竟哪一間是最好吃的呢 現在就帶大家去實測一下 是中產游機 話說不少人去外國旅行之前都會買定旅遊保險 希望可以玩得安心一點 但是由於市面比較少保險產品 是針對勾勾地去大灣區吃喝玩樂 超市訴貨、迴響探親 或公幹做事這些經常北上的情況 大家每一次北上之前都要提早購買定旅遊保 整天這樣做都真的很麻煩 因而導致很多人都是索性不買就算數 不過今天就要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匯豐推出了多程旅遊萬全保大灣區計劃 令到周不時北上的人士都有得選擇 他是市面上小有遊大型保險公司所推出 針對大灣區出遊易設的多程旅遊保險 比起逐次買便宜一大折 保障範圍包括旅程途中不見了個人財物 或者遭遇失洩 不幸遇上意外或者需要入住醫院 旅程延誤 指定原因導致取消旅程等等 經常北上的人士就不用逐次買這麼麻煩 全年回大陸都可以有保障 現在淘寶這個多程旅遊萬全保大灣區計劃 除了享有首年保費7折 和逐保保費8折優惠外 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還有額外首年保費9折優惠 另外由即日起到2024年8月30日 淘寶匯豐多程旅遊萬全保就可以自動參加大抽獎 更加有機會贏到價值港幣8000K6禮品卡 經常回內地 然後想買一份旅遊保險 多一份保障的朋友 就可以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了解更詳細的保障範圍 第一站就先帶大家來到這一間順德大排檔 據聞都頗受香港人歡迎 現在就帶大家去試一試 是不是真的這麼棒 Let's go 這裡都真的主打好幾款 頗有特色的順德美食 例如它最招牌的是扇雞冬瓜中 亦都有我之前在順德跟大家介紹過的 真的懂得噴火的火焰醉我 或者很多香港人都喜歡吃的薄薄蜆 但我看見在大眾點心上 最多人推介的就是這個 桑拿雞 所以就叫你試試吧 說說順德菜最講求的就是 原汁原味 桑拿雞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例子 首先把雞擦肉起骨 切成一片片的肉片 然後再去預先醃製過的 通常常見的醃料 不知為何永遠都會有紅棗 所以醃製的雞肉還是會偏甜一點 然後就像我們平時吃的蒸汽海鮮一樣 先在蒸籠架上鋪兩塊生菜 然後再鋪雞上去 最後還會做一汁松草花在中間 蓋蓋蓋之後蒸多四分鐘就吃得了 現在就來試試這裏的桑拿雞 到底好不好吃 蒸四分鐘真是剛剛好熟的 雞肉是超級嫩滑的一隻 雞味老實說就真的對比起 我之前在順德吃過的桑拿雞 單感一致 但是你仍然都是吃到雞味的 但我自己就覺得它醃得偏甜了一點 甚至甜味是有略為蓋過了雞味 幸好上菜的時候 它還有另外一碟 應該是混了少許花生油的蒜蓉豉油 試試點一點 看看會不會比較好吃 點一點 令到雞味再出一點 真的好吃一點 吃完面前的雞肉 千萬不要忘記拿開蒸籠架 但底下並不是單純的水 而是一個用了剛才去完雞肉之後 剩下的雞瓜 和青紅龍蔔來做成的一個湯 再加上剛才蒸雞的時候 雞油滴在下面那裏 相信雞味淡亦有個限度 吃一口 嗯 清淡的雞湯 挺好喝 看下的 不過這間餐廳 我覺得是有兩個缺點 第一 它的上菜速度是非常慢 剛才我是11點50分左右 來到這間餐廳 那時候也只有六七台客 也完全未坐飽 但下單之後 結果是等了超過半小時才上菜 幸好我有另外再點一個 兩半魚皮 和煎養尖椒 稍微可以 攪一攪肚 兩半魚皮挺好吃的 煎養尖椒 我嫌它鯪魚肉的比例太過少 如果多些鯪魚肉 再收貴多一點的話 就應該會好一點 第二就是 雞皮蚊毛蚊得不是太夠乾淨 幾乎每一塊皮上面 都有一條很長的毛 如果介意雞皮有毛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 再補充多一點 這間餐廳的一個缺點 就是剛才 最後撈湯底下的紅蘿蔔的時候 發現兩塊都是黑咪蚊的 似乎就不太新鮮 但是剛才也有吃過湯底的雞骨 發現攪著的肉是很重的雞尾 所以我差點覺得 醃雞的時候 下糖下得太過多 令雞肉還沒有雞骨的雞尾那麼重 上來這間順德大排檔的話 可以搭地鐵來到連塘站的A出口 出來之後立即轉右 一直向前走 去到行人天橋之前的路口轉右 再向前走多大約三分鐘左右 就可以來到 下一集就來到剛才那間順德大排檔 向前走大約十多個鋪位左右 的這間月站雞飯店 是一位朋友推介給我的一間網紅餐廳 那究竟好不好吃呢 現在就帶大家去試一試 Let's go 這間餐廳最早排的食物 是一樣聽上來很網紅的食物 菠蘿包壽司雞 要吃這隻雞都不容易 要先提前一天打電話來預約 所謂的菠蘿包壽司雞 其實就是在菠蘿包裡面 塞著一隻用石子包著的姚雞 剛才上菜的時候 都幾誇張一下 是用一個Tiffany Blue的禮物盒 來裝著這隻雞 打開禮物盒之後 阿姐就會先用刀切開菠蘿包 把麵包用一隻碟來裝著 然後再揭開石子 開始手撕雞 再用另一隻碟來裝著 不過又話說剛才來到的時候 就遇見另一台朋友 他就跟我說 他們覺得那一台那隻菠蘿包壽司雞 味道是非常一般的 所以老實說 我現在對他的期望 亦都是比較低的 事不宜遲 先來試一下雞腿先 特地叫阿姐不要撕開雞腿 就可以膽膽用 方便整隻雞腿拿上來吃 可能剛才的朋友跟我說到太過差了 我自己又覺得還好的 第一雞味不淡 甚至我覺得比下午吃的桑拿雞 第二,始終是搖雞 所以口感是非常之嫩滑 不過我想為何朋友會對他評價這麼一般呢 就是因為味道太過簡單 吃起來好像只有豉油味道 不像你在坊間那些搖雞 通常都會有吃到其他的香料味道 所以假如你當它是一隻豉油雞 口感可能會更好一點 再試一下菠蘿包 麵包也算鬆軟 酥皮也算酥脆 但也不是拍攝 特別好吃的那一隻 跟最普通的麵包店買到的菠蘿包 質素是差不多的 另外既然這間餐廳名字有個暫字 其實這間餐廳最主打的就是 暫光菜 剛才隔壁的朋友也跟我說 他們覺得最好吃的那一項 其實是莫名撈粉 但是由於我這次是兩個人來吃 分分鐘可能也不是太吃得了 這個這麼大的菠蘿包壽司雞 所以就幫不了大家試試拌粉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另外可能餐廳都知道 他們的雞本身的味道比較單調 所以上菜的時候還要多加一盒辣椒粉 給大家點 夾著雞胸 點一點這個辣椒粉 點完辣椒粉是惹味一點的 還有雞胸也沒有想像之中那麼粗 但是肯定沒有雞腿的肉質那麼嫩滑 另外由於它撕完之後 是把所有雞胸放在上面 假如我一開始是吃雞胸的話 就肯定會覺得這隻雞一般 假如你一開始是吃雞腿的話 我想你對它的印象分是會稍微高一點 又來說一個這間餐廳的缺點 就是不知為何整間餐廳都是很多小蟲飛來飛去的 衛生情況似乎就真的一般 如果介意比較地貓環境的朋友 就要記得留意一下 由於來月三街飯店的方法 跟剛才去順德大排檔的方法是一模一樣 在這裡就不再重複介紹了 吃完菠蘿包之後繼續帶大家吃包 不過今次就不是普通的麵包 而是貴價的鮑魚 來了一條叫做連堂川百行 不要看這條行好像很噗噗噗噗噗 但是這裡就有一間隱世私房菜餐廳 鹽記鮑魚煲 好不懂嗎?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 Let's go 由於這間鹽記鮑魚雞 主要是被人做包房生意 大廳就非常小 只有四張桌子 而我那天來到竟然是一個大廳客都沒有 所以我就比較害羞 不夠膽在那裡說食品 於是就回來錄VIO就算數 既然叫做鮑魚雞 最招牌的食物當然就是這個沙窩鮑魚雞煲 上菜的時候是超熱的 鮑魚汁還在滾 而上面總共有六大隻鮑魚 每隻都是比池根大大 而且炒得很軟 雖然明知是用了平價鮑魚 但也真的煮得挺好吃的 雞肉的雞味不淡 介乎剛才那兩間餐廳之間 而且口感都挺嫩滑 而雞皮質是很彈 不過令到雞和鮑魚比較好吃 其實靈魂在鮑魚汁到 口感超稠 有個一種膠質張著口的感覺 而且都吃到幾大股類似瑤柱的鮮味 用來拌飯真的非常之一流 而除了鮑魚和雞之外 鍋裡面還有不少鳳爪和排骨 不過排骨真的非常垃圾 比那些煲湯肉 真的不下更好 鳳爪也做到入口即溶 水準不錯 整個鍋要挑剔的地方有兩個 一就是排骨和鳳爪這些不關事的東西太過多 令到雞肉的份量比較少 就算兩個人來分這個鍋也好 每個人好像吃沒有兩三件雞就已經吃光了 二就是價錢偏貴了 這一鍋要298元 兩個人來分的話六隻鮑魚又真的多了一點 每個人要吃三隻其實都挺值得的 我情願它的鮑魚份量再少一點 價錢可以再便宜一點 CP值就會再高一點 另外假如大家真的來吃這間餐廳的話 記得試買它這個客家醃牛肉 雖然賣78元真心挺貴的 但是也是非常好吃的 整體調味有點像兩半魚皮 酸酸的辣辣的 加了一些麻油 豉油 和大量的芫荽 混合一些輕輕用的粉 奶奶過的牛肉 令到牛肉嫩滑得來 仍然保持挺重的牛味 真心挺棒的 不過這個阿姐建議我們點的土書湯 我就不是太建議大家點了 一例跟外面的土書湯差別太大 不知為何下了很多瑤柱 但是那些瑤柱又沒什麼味 加上那一塊豬骨也是沒什麼味 就弄到整個湯也是沒什麼味 那怎樣來這間鹽機鮑魚雞呢 雖然它都是在連塘路上 而且挺近順德大排檔 不過直接來這間餐廳的話 我就會建議大家乘地鐵來到鮮湖路站的A1出口 出來之後一直向前行 過了一次馬路之後 去到第二個路口轉左 再一直向前行 去到下一個大路口 過斜對面馬路 向前行多一點 來到連塘村白行 會見到鹽機鮑魚雞的指示牌 轉入行裡面再繼續向前行 右手邊就是這間鹽機鮑魚雞 今次試吃連塘三間食雞的餐廳 哪一間最好吃呢 其實單從味道來說 最後一間鹽機鮑魚雞是最好吃的 但是價錢又真的不太划算 順德大排檔的桑拿雞 雖然沒有我在順德吃過的那麼好吃 但是我覺得在深圳來說 它已經算是做得比較出色 而越南雞飯店的一隻菠蘿包雞 最主要都是因為環境太過一般 搞到我對它的印象比較一般 但是就這樣拿整隻雞給你咬的話 其實口感都真的挺正的 是超超超級嫩滑的 不過始終口味的東西 每個人都不同 隔壁桌子的朋友就覺得一般 好,今集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